最近总有同学问PS5 Pro什么时候出 这个视频我分析一下 PS5 Pro有哪些变化 性能价格以及发布时间 先说第一部分 哪些是不变的 第一 PS5手柄不会变 因为没有必要 第二硬盘容量应该会变成1TB 这个容量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够了 如果变成2TB会增加成本意义不大 还是HDMI2.1 8K分辨率60Hz这个标准已经很超前了 声音系统应该不会变 目前已经支持空间音效和杜比全景声 光驱USB接口网卡之类的应该也不会变 最后外观应该会小改 下面说说哪些是一定会变的 那就是PS5的软肋 响卡性能不足 目前PS5大部分的游戏 在性能模式下是2K60帧 画质模式下是4K分辨率的30帧 这次升级Pro能做到4K60帧的画质模式 这一短板给补齐了 我感觉就可以了 所以CPU和内存可以不用变 Pro主要提升的是显卡性能 至少翻一倍乘以2才有意义 另外索尼不会选择NV或者Intel的显卡 只会考虑AMD的显卡 目前PS5用的是RDNA2架构的6000系列的显卡 Pro应该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RDNA3架构的7000系列显卡 或者是还没有发布的8000系列显卡 我们假设PS5 Pro会在半年内发布并上市 那它只能选择7000系列的显卡 关于这点和目前的爆料 信息是相同的 最后说说价格 目前PS5光驱版 它的售价是4,299元人民币 现在能买到的价格应该在3000附近 PS5诞生于2020年末 那个时候显卡价格是很变态的 因为挖矿 现在是2023年末 显卡价格虽然已经不那么变态了 但是AMD这一代的7000系列显卡 在竞争对手面前很不给力 其实我希望多等一年 看看AMD8000系列的显卡 要是能发力就更好了 PS5显卡性能 目前公认的大概是5700XT到6600XT的显卡水平 相当于4090显卡的四分之一 PS5 Pro的显卡性能要翻一倍 大概是4090显卡二分之一的性能 才能把当前4K30帧变成4K60帧 帧数翻一倍 那肯定性能也要翻一倍才行 假设Pro在半年内发售 用的还是RDNA3架构的 那就是目前的7700XT到7800XT 这两块显卡之间的性能 目前这个性能能买到的价格是3500到4000 当然了这是显卡的价格 AMD给索尼的不是显卡单卡 而是一整块定制的主板 里面包含了定制的CPU GPU内存等等 售价自然也会更便宜 现在PS5 Slim价格已经确定了 是499美元 那Pro如果是699美元 你会买吗 在想当年PS4 Pro发布的时候 价格是399美元 同期还发布了PS4 Slim只有299美元 最后再补充一下 如果真的会有PS5 Pro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PS5游戏都得修改 全都要更新补丁 才能支持PS5 Pro专属的4K60帧画质模式 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PS5 Pro 或者Switch下一代新机的消息泄露 各位当娱乐新闻看看听听就好了 真心想买的他早买了 纠结的还会继续犹豫 不管买不买 能看到这里的都是PS5和游戏机的爱好者 这就够了